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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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就是我们昨天的一个小小的复习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啊 一个是加这个动词后面加这个 キ イルスイダ 那么一个是什么呢 动词后面加这个 エリマムハダ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这个イルスイダ 表示什么意思呢 动词的后面呢也是一样 我们只要看到有这个キ的时候呢 前面肯定是跟动词结合的啊 那么动词的后面加这个キ 或者是キがイルスイダ 表示呢总是老是习惯 这样的意思啊 常常什么什么 那么呢他要注意啊 一定是跟这个消极的方面 嗯 后面肯定是要跟这个